第一个呢 我们就是这两个位置 这紧线到的位置 我们需要 把这个孔 这两个孔 对准三顶钟的方向收紧 第一个步骤就是对准三顶钟的方向 接下来呢 就是 我们的刀片 这块刀片 它呢 大概是在 弯针的中间 大概是在弯针的中间这个位置 弯针的位置 出刀的时候 好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拆下来锁紧 我们把它锁回去 看看这个动作主要是避免说 我们在锁 锁这个刀子的时候 它那个螺丝 刀片断掉 所以要拆下来锁 其实不是说一定要拆下来 然后一样 这比喻在三顶钟的位置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调整这个刀子 这刀子的粗刀 跟回刀 都不能撞击到这一个长孔 都不能撞击到这个长孔 像现在这样OK 现在出刀 然后回刀 如果有撞击到这个长孔呢 就表示说我们这刀片 位置调的不够好 那现在目前出刀是这样 回刀是这样 OK 然后再来就是 前面的位置 我们出刀的时候呢 它有第二个刀片 第二个刀片 第二个刀片 第二个刀片必须超过 这一支针 第长针 或者是 必须切超过这 第三排钩尺 这个位置 因为这是钩针线的 所以必须超过这里 对 那这样完成之后呢 这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我们活动刀 就已经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说固定刀片 这是固定刀片 固定刀片呢 我们就直接几个重点 要讲清楚 就是正面 夹线片 压片 跟这边的夹线片 压片 它是必须切齐 切齐这个 切齐这个固定刀 然后呢 这一块 这一块是夹线片 夹线片 我们反过来看 夹线片这里 会有一个压片 这压片 必须跟这个夹线片切齐 不能凸 因为它这是可以调整左右 所以有一定间隙 所以最好是让它切齐 然后呢 夹线片呢 必须跟这个木钢刀的这个位置 也切齐 刚好90度的地方对90度 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锁到机器上面 之后呢 我们要抓一下这个刀子的位置 这刀子位置呢 就是这个活动刀 这片活动刀 它跟 第一个是平行度 第二个是高低 它的高低 刚好是在 大概是这个位置 弯针的 弯针的这个位置 大概留0.5左右的近隙 大概留0.5左右的近隙 那它不要碰到 不要碰到弯针 那也不要太高 因为太高会顶到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上面的刀子太多 最主要是 呃 界隙大概留0.5左右 然后再把它锁紧 确定好了 就再把它锁紧这样 这个 在锁这个固定刀片呢 你看 有一个位置 最主要小心就是它的平行度 因为它这个 这个平行度 如果你锁的不够好 不够平行的话呢 它当它这个铜嘴装上去的时候呢 它会撞到 它会撞到这个 所以说我们这平行度 必须要抓好 它可微调一点 是没问题的 把它收紧 把它收紧 收紧之后呢 我吃看看 这样应该是OK的 好 OK 接下来我们就试看看 试着夹线看看 切线看看 刀子调整的有没有够好 第一个我们试针 是针线 针线的切断 针线切断了 OK 这个不会夹线 OK 接下来看 底线 底线呢 有没有夹线 有 再一次 底线 OK 断了 就夹住了 OK 好 那表示刀子 位置调整 是OK的 那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就必须把它固定在 固定在这个 气压缸 连结机构上面 气压缸 这个连结机构呢 基本上我们这已经是调整好了 这个位置 气压缸的活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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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出场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位置 大概会是在11左右 大概会设定在11左右 11mm 然后呢 后面这个位置大概是在15 大概15 各位可以看一下 大概15 差不多15左右 这样子的尺寸起来呢 你把它锁起来之后 它刀子的位置就差不多是 是极限 两边的极限不会去撞击 那如果说有一点撞击 或者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从这两个8号的螺母 8号的螺母把它松开 松开去做细部的微调 可以松开去做细部的微调这样 好了 现在我们刀子已经装好了 好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试什么呢 我们先把针板锁去试一下 把针板锁去试一下 看我们的 看看我们的刀子位置调整怎么样 如果它有撞击到针板 因为针板跟各位补充一下 针板刀子的活动范围 是在这个孔里面在活动的 所以我们不能让它撞击这边或极限 两边都不能撞击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测试一下 看它是否有调整的到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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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這個有沒有重點呢 摸著砧板自己可以感受到出刀有沒有撞擊 然後回刀有沒有撞擊 如果有的話就會有感覺 通常如果有撞擊到的話呢 這一塊這一個撥線刀會很容易斷裂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調整我們的這個 收線機構的這個沙拉組的收線機構 它是這樣子連動帶下來的 首先就是說這個地方 我們這必須切齊 沙拉組你看沙拉組連動的位置 那這裡必須切齊 剛好是切齊就好了 因為這尺寸已經都已經是固定了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我們後面的安全開關 當我出刀之後 我的安全開關是懸空的 我回刀之後呢 這裡要切齊 感應 必須這樣才能感應到 跟所有三本遮切性一樣 回刀之後必須要切齊 然後呢 最後這裡就是 這裡有一顆螺絲 這個螺絲 我們可以把它鬆開 這個螺絲主要是控制頂沙拉的位置 頂沙拉的位置 我們可以把它鬆開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要把它鬆開 鬆開了之後 我現在 voltage到它頂不到了 已經鬆開了 那我現在就必須把它鎖住 把這刀子讓它出刀 然後去頂刀子 去頂刀子 頂刀子通常我們都會貼到底之後 讓它退回一點 這樣的目的就是說 不要讓它有撞擊 然後 我把它縮起來 OK 不知道要縮緊 不然它會跑掉 因為這有有有有濕力的作用 好OK 那你看現在這樣 它有作用就行了 就有鬆弦的作用就行了 那當然一樣就是不要撞緊 那另外還有一個重點就是這裡 這一個打線的呢 它是控制到我們線的長短 對 如果我們這一個線頭你要留長一點 就讓它打低一點 如果你要短一點就讓它上來一點 那它調整就是由這一顆螺絲 這裡有一顆螺絲 這裡有一顆螺絲這樣 基本上呢 按照這個步驟來調整的話 剪線就差不多是完成 那現在呢 我們把鴨腳裝回去 來測試一下看看 我們的東西裝得好不好 是不是裝得到位 有到了嗎 就可以了嗎 謝謝 然後再給它 好了,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试试看看 OK,这样就已经是完成了